先讲了 柯文哲不是一个案子哦 他是五大案 五大案开始原来 现在金华城对他来讲越来越不利的 他现在在金华城上面 已经坐稳了图利的罪 图利罪之后 现在看见那1500万的金流 还有现在陈佩奇里面的账户 到底能不能交代 那个不明金流人的来由 那个东西都可能让他吃账 刚刚讲的是十年以上 到无期徒刑的行贿罪 但是只有金华城吗 不是只有金华城 今天又跳出来了余过市场 因为之前吴董曾经讲过 在整个案子里面 有两个最关键的人物 两个最关键的证人 一个是陈金金 一个就是彭震生 现在这个又跟彭震生有关了 原来余果市场 是彭震生拍板定案的 如果这个余果市场 又要让彭震生来担的话 那彭震生就完蛋了 把那个现在彭震生跟柯文 整个人讲绝对会彻底翻脸 你知道为什么吗 就在今天出来的时候 陈佩奇是不是把金华城 说了案件 他说那个都是专业经理人 都是彭震生干的 全部把锅甩 所以那个甲章不是我们盖的 那彭震生盖的 柯文整根本不知道 结果你知道吗 检掉看到有缝 那我当然见缝插车 在这个时候再给他补一脚 极限实验 为什么 把中华工程 也就是我们讲地狱果菜 这个案子 也端到台面上 因为这个案子 他的结构跟金华城 非常的相似 也是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柯文整 另外一个人叫谁 彭震生 所以他现在就是要咬了彭震生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陈佩琪昨天讲说 那个甲章根本不是我们盖的 那是别人盖的 污来到我们身上 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就是彭震生 结果今天这个新闻就出来了 说鱼果市场也是彭震生干的 喂 竟然你要呢 我无双不成礼 好不好 我就再给你补一个案件 为什么 因为他讲说当时我们讲 第一果菜市场 明明一个是六层楼 一个是八层楼 结果最后面发爆的时候 发生什么状况 变成是五层楼发爆 五层楼发爆 其中的六楼跟六七八楼 通通不见了嘛 所以不见的状况之下 那该怎么办 只能用一种做法叫做 剪相发爆 而他给的理由呢 也跟大家似曾相似 大家还记不记得 北市科那个时候 我们讲说流标再流标 结果我们讲 第一果菜市场 这个案子也是 前两次呢 140亿就干嘛 两次流标 他就说 哎呀没办法 这真的没有人要标 所以我们现在来把它降低 他的底标金额 最后面各位 也是由彭震生 在19年开始拍板 然后拍板到最后面 对 从头到尾 这时候彭震生的身份 叫什么 公务局长哦 17年的时候 给你搞流标 流标之后呢 我们再来讨论说 楼地板是不是怎么改变啊 以及发爆的金额 预算不足怎么办啊 最后面各位 125亿发爆 而且发爆给谁 中华工程 但你以为 大功告成了吗 彭震生完成这件事情之后 他就升上副市长了 步步高升 有功 直接让你从 公务局长变成副市长 结果后面 大家才发现说 不对勒 你125亿 结果呢 给中华工程 那当时大家根本没有人要包嘛 为什么 就五层楼 五层楼 哪有人盖这种 六七八 保健哥你知道六七八放什么吗 消防设备 重要的设备 所以你如果没有 你说重要的积电设备 消防设备 逃生设备 都放在楼上啊 我今天讲白话很好了 画125亿 盖一栋烂尾楼 空壳子 完全不能用的烂尾楼 所以被迫只能干嘛 只能再追加 50亿的预算 那你这样不对啊 你等于就是说 新浪金王 我们讲 中工呢 取得这个标案 用125亿 然后最后美人 实际上 你给他的是175亿 甚至上看到200亿 但是你当初开的底标 明明是140亿 所以换你这次干嘛 土力 那如果说中间又有汇款的话 那叫什么 收汇 那你以前我们看到 一模模样样的案子 结果彭震生 从头到尾又他盖了张 又背了这个锅 那保险哥我就问 他一个小小的公务局长 他一个公务局长 有办法决定这个 超过百亿的答案吗 当然没办法 但没关系 而且彭震生主持这个简像 发包关键会议之后 一样有个关键会议 柯文哲在八天之后 马上批准了 对 等于就是说 一模一样的案件 柯文哲都跟你讲说 没有他盖我甲上好 没有我都尊重专业了 但等到事情都在他手上手 拼命盖拼命盖拼命盖 直接送出去 结果这个我们讲 中公第一果菜商案子 也是一模模一样样 那届时我给你保证嘛 陈佩琪又会出来讲说什么 那彭震生自己弄的啊 那个我们家市长不知道啊 彭震生是工程专业 他尊重彭震生啊 又把锅甩到这边 那保险哥我就问一件事 如果你是彭震生 你会怎么办 翻脸了 当然翻脸你觉得大爆炸 到时候我讲 检调等于说 金华城一案不够 我再送你一案 依于我菜市场 看你彭震生要不要招 因为如果彭震生 这两案都不招 现在很显示意见 大家锅都甩在身上 他会变什么 所以说 现在在检察官手上 还有很多的彩色 正准备一道一道的端上桌 保际哥我跟你讲 我周末非常无聊 我去查了台北市的 总共将近四五十个委员会 全部都是共事局 你知道我发现一个 天大的秘密是什么吗 彭震生在他任期之内 至少占了三分之一的委员会主席 换言之一大堆 只要跟工程有关 跟都发有关 跟容器有关 全部都是彭震生来处理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一案 一案 一案 接下来爆下去 那最后跟你讲说 你彭震生不招是不是 你不当污点真人是不是 那就全部都扛 那你想想看 现在有六大案 为了如果检掉 不断地把这个极限压力 给施加下去的话 彭震生会干嘛 当然会招嘛 因为现在不是检掉 站在他的对立面 是柯文哲要把他 往火坑里面送 陈佩奇要把他火坑里面送 所以随这个案件 清华城也好 我们讲的南港BOT也好 甚至到这个地域国态市场 只要案子越来越多 彭震生压力越来越大 最后转为污点 真的的可能性 就会越来越高 好 吴总 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说有两个最关键的人物 一个就是沈欣欣 一个就是彭震生 那刚刚讲的 彭震生当时 他不是在这个所谓的 高院抗告吗 高院抗告之前 马上跑到了这个 所谓的干守所 去救训彭震生 当时林传媒 也做了一个独家报道说 在这个所有金华城 重要的关键里面 柯文哲到底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 当时的传媒出来 说法是彭震生都糟了 就现在还不止 现在是一城一城 现在柯文哲面对的 不是金华城 现在是第一果在市场 更可怕的是 都跟彭震生有关系 这个应该回到柯P当年 接受这个网媒的采访 直播时候讲的 还是两个重点 一个就是你要有金流 要有人咬我 对不对 到今天来讲的话 这两个都出现一些苗头 但是并没有确定 那彭震生现在到底咬他没有 我认为还没有 还没有咬 彭震生咬就放回家了 对不对 就回家过节了 彭震生现在一定是 他松口到一个程度 然后因为很多所谓的 你说松口但还没咬 因为太多情况证据 也就是说他的都委会 跟他所谓都发局的同仁的 很多的证据的强度 足以构成所谓柯P的 这个所谓图地要件 对 我说已经构成 所以说彭震生要来咬这个事情 可能已经是 有 这个已经是 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了 但是突然间又冒出来一个 雨果市场 对 这个事情彭震生跑不掉 因为他公务局长 彭震生当时也用这个 康高文他讲了一句话 我不是都市计划专业 我对容积率不熟悉 我也尊重专业 不是 我是土部专家 建筑工程 土部工程 他是工程专家 所以彭震生这个赖的赖不掉 但是我不相信 一个公务局长 赶一个人来决定一个 一百多亿的开标方式 而这个开标方式又非常的奇怪 我想很简单 全中华民国都是一样的规则 第一个 先编政府预算 政府预算编好之后 然后我们发包设计 由建筑师或专业 或设计公司发包 发包完有规格出来 在规格出来之后 如果会发现预算不足的话 做调整 可以做 在预算 在预算准备作业 然后送议会 然后最后确定一个金额 结果听说没有 这个程序 他通通没有做 他完全没有干 他就用拆的 一平多少钱 就给你拆了一个金额 一百五十一丢出来 这太可怕了吧 他就车科批啊 这科批乱搞一通啊 乱搞一通 他们是科学理性务实吗 对 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的一个人 然后这个事情 我有去问一个中工 中工说 他们这个标一开始不想标 一开始听说 类定给一家 常常标台北市政府的营造商 一个营造商我也认识 也是阿扁的好朋友 你知道吧 我知道是哪一家 那个跟科批也有私交 好 那我这样讲 搞了三次没有人来嘛 没有人来的时候呢 调整底价 老招嘛 问题是没有人来 调整底价 为什么中共一家来标 这是我们要谈的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 因为原来不够嘛 钱不够对不对 已经调整底价了 调整底价应该大家可以标 对啊 结果变成就一家来标 那只有中共知道调整底价吗 但在公告的嘛 对不对 公告不好 这个案子都不好 中共不好有100多亿的预算 结果它是低于预算街头 它是125亿绝标嘛 所以欢迎市长 这个调整底价之后 为什么变成只有一家来投标 为什么 那我很简单嘛 我自己的 我有工程专业的想法来讲的话 这个有沟通嘛 有沟通好这个事情嘛 沟通好这个事情 大家知道 就算了算了 这就让你去冲了啦 我觉得是有沟通 有友谊的情况之下 做基础 这东西展开了 那展开之后 这里面有没有酬金的问题 有没有这个答谢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 那又回到两个问题了 又回到金流 回到有没有人咬的问题嘛 那又回到谁经纪身上了 那再来一次 那彭震生跑不掉嘛 因为彭震生 他是承办的公务局长 跟后来他承办的副市长嘛 这个事情不要啰嗦 百分之一百他中 因为这个东西有没有影响到 所谓的突立到中华工程的问题 当然有啊 我再问你一个道理 如果今天 小省这个挪出来的 4740万的金额里面 是基于中工的下包挪出来的话 或子公司挪出来的话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问题 你懂我意思吗 小省用的这个给印小卫的钱 如果是来自于这个工程案里面 拨出来的款项的话 那问题就变成两个月 变成两岸合一了 所以中中 所以我意思说 北显在这上面 细节的推敲 还有很多地方 所以金华跟这个所谓的 国债市长是绑在一起的 他同一个公司啊 今天大家讨论说 上礼拜五传出来说 原来柯文哲有个excel档 一个excel档里面 那个1500 当然讲说 现在2022年11月1号 下午的三点钟 你没有跟这个所谓的 陈金金介道 那个1500 根本不是下午三点 可是你说你们长期末聊一看 就知道不是 因为按照柯文哲的习惯 他真的有一个excel档 这个excel档 对他来讲 是真的非常秘密 他最秘密的东西 都在excel档 第二个 他的所有的行程 根本不是放在excel 而是放在Google的行程管理里面 这个1500 1500这个数字 我们退369万部来说 就算把它当成是 所谓的时间来讲的话 你当天下午三点 假设去 见审庆金到底是为了什么 难道是去做长照吗 所以我讲真的 这件事情 你用时间去解释 就非常怪嘛 你平常上班时间 照来讲 你要跟这些财团大老板会面 应该都是下班时间的事情 怎么会是上班时间 去跟他会面呢 所以用去解读说 1500是时间这个连结 老实讲 本身的逻辑就有问题 再来第二个 就刚刚讲到的 我们一般来做 幕僚作业的过程当中 行程的安排 通常就是有一个 Google行事例的这个app 那这个app呢 用Google行事例 当然就是直接用Google行事例 因为这个app老实讲 他可以放很多人进去看嘛 也就是说 不会只有一个人 掌握柯文哲行程 那他当然会有 不同的权限嘛 比方说 像我是比较外围的幕僚 那更核心的幕僚 像蔡壁如这种等级的 他就可以看到 柯文哲所有的公开 跟不公开行程嘛 那像我们大概就只能看到 他的公开的行程 所以平常先讲 我们当时对于这一套系统 运作的是非常熟悉 而且我们每个礼拜 都会开会讨论柯文哲的 公开与不公开行程的安排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说 这个流程绝对不可能是 用所谓的Excel档 去记录柯文哲的行程 跟时间安排 所以看到150 你就知道那根本不是行程 所以民众党这些人 根本就是公然说谎 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 现在要用这个时间来去抖 就像我刚刚讲到的 基本上安排那个时间点很奇怪 再的话就是说 根本不可能是用Excel档 那柯文哲有没有Excel档习惯 确实有 就是刚刚宝洁哥讲到的 柯文哲不止一个Excel档 柯文哲好几个Excel档啊 他的那台电脑里面 就是市长室里面那台电脑里面 其实老实讲 你打开他的那个资料夹里面 几乎都是Excel档 那这个Excel档 当然我不要现在就直接讲说 他背后一定有什么样的弊端 或是他里面记录什么样的金流 比如说他有一些公务的事情 他有一些私人的事情 他都习惯性的打开Excel的这个档案 然后一个一个记录嘛 其实跟我们一般人有时候 我们一般人通常会用的可能是Word 可能是PDF 但他很习惯性的就是用Excel 那这个我不知道 那可能是他个人使用习惯 所以你会发现到他后台 其实有非常多 而且我觉得他整理的真的是有条有理 他很会用Excel 他很会用Excel 而且他那个档案 其实老实讲 他编排的非常精细 老实讲 他的那个档名 不会像我们有的时候 档名就直接用123 或新资料夹 不会 他都会把它列得非常的清晰 所以老实讲 你说人事实地物 他都会交代清楚 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使用习惯 但至于说 那个是不是一个金流 那当然就是要等检方去勾勒 可是我不懂事 一般来讲 你收了这么多钱 你没事干嘛 把钱写上去 对 我知道说 他也许有的时候 就是觉得贵人多忘事 也许就是他觉得说 假设 我们先假设 这个1500 假设是他真的收了省庆金的 这样子的一笔贵落 那他也许收了这笔钱 他也许希望说 可能后续要帮他做到一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后续要透过谁去处理这笔金额 他可能把这个东西先记下来 这个当然是我们的一个猜测 这不一定是 因为后续有没有金流 我认为还是要看 减掉去勾勒 但是我认为 他现在很明显 他就是在跟你对赌 你会看到说现在 民众党从上到下 唯一对抗的人 那个人叫什么 就是彭正森 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说 现在彭正森已经没有太多利用价值 而且你说在这个所谓的 两个人离职的时候 两个人曾经大吵过一架 是 彭正森这个大吵一架这件事情 其实老实讲 市府的人应该非常清楚 也就是说 当时是为了所谓的台志光的这个复议案 台志光这个复议案 其实有趣的点在哪边 有趣的点在于说 明明你这件事情 你可以提早沟通 你偏偏选在 你要卸任的前一个月 才去议会做这件事情 那卸任前一个月 你要去议会 去跟人家游说说 要做个复议案 当时大家都在选举 当时大家哪有时间 跟你管这件事情 所以当然议会 当然会觉得莫名其妙 你没有花时间 好好跟我们沟通这件事情 你到最后一个月 才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委任彭正森 跟所谓的警察局长 就所谓的台志光 这个所谓的三妹要变五妹 这件事情 去做所谓的复议案 去做沟通 但很显然最后复议案 根本连举手表决都没有进过 就被否决掉了 也就是说 甚至连他们家的党籍的议员 当时是林国成 也没有出来说 我这个事情我有意见 然后进入表决程序 完全没进到表决程序 就被封杀了 所以当时彭正森 就被柯文哲 语带威胁表示说 语带威胁 小心我去做你办公室 他跟所谓的警察局长 通通都被柯文哲修理了一顿 当时彭正森 当然就觉得很厌弃 他觉得说 这一段时间 甚至我认为 跟之前 跟金华城案 也有非常多的牵连 就是说 这段时间 他帮助他这么多 他这么帮他 这么挺他 结果最后柯文哲 还用这种方式去修辱他 所以他甚至在 老实讲 那个市长任期 都只剩下最后一个月时间 他还跟柯文哲提辞成 当时都已经不到一个月时间 他要跟柯文哲 辞掉副市长这个职务 所以你就知道说 现阶段看起来 彭正森这个东西 很有可能会威胁到柯文哲 而这个因 很有可能就是当时 柯文哲跟他决裂 所种下来的 对 文总 你说这个东西非常妙 就是刚才讲 刚刚瑞德帮我们讲 你七月说你要成立一个公司 然后你的十月十四号 就成立了木可 成立了木可之后 十月十八号 就核定了金华城的建案 我们再讲 我跑市政府那么久 最麻烦就是搞建造 建造你根本不知道 什么时候下来 上来感恩戴德 怎么可能说 你这么有把握 十八号拿到你十九号 就可以办动土 你说这个东西 充满了学问的 对 他十月十九号 确定是开工典礼 那个大张旗鼓 那个大宴宾客 对不对 对 还有龙武师 他凭什么有把握 十八号一定会下来 对 因为为什么你知道吧 因为这个十九号的 这个勤帖 已经发出去了 所有台北市政府的官员 都知道 对 市长当天要在这里 所以他就用市长抵达 开工典礼 破土这个事情 对 来强暴市政府的官员 配合 你飞给我建造不可 倒推法 所以搞得市政府的官员 就是鸡飞狗跳墙 就有一个必须完成时间 deadline 最后期限 就是十八号 对 十八号 为什么这十八号重要呢 因为十八号完了以后 就才有十一月一号 对 所以十一月一号 那个一千 一千一一五零零零 是什么意思 我们现在目前判断 是金额 对 好 那现在问题来了 他写这个干什么呢 要我的话 你总共 假设我只拿三千万红包 对 你给我一千五 我也拿就算了 那有人记账干什么呢 没有记账 没有记账嘛 这个金额很大 或者很多比 还有很多比 比数太多 比数太多 我现在不是讲 审计金比数太多 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的企业家 所以为什么 我现在想通了 为什么北柬要派一个 年轻的 懂得搞这个金额的专家 我问你嘛 如果里面出现了 一百笔两百笔的 各种各式各样的人物 企业家 有些不见得是有对价关系 对 有些比如说 什么台中某 跟什么大亨 对不对 送了他一千万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办 你刘宝洁送来一千万 那我这个检察官 我怎么处理 你知道吗 我把你刘宝洁账 全部给你翻天搞一片 你昏倒了嘛 把你刘宝洁三个字 你上面也写了一个一千 对 写了五百我不知道 但是我就把你 所有刘宝洁 在台湾银行 所有的账号 给你的人头账号 往来账号 一次电脑 用AI下去给你操 你不要吓我 当然一定这样子干啊 不然他莫名其妙公布你 他要弄一个 叫做ATM的一个金流专家 来干什么 我告诉你干什么 你们这些人 给过他钱的人 坦白从宽 资质才给我北检报答 资账自首 资账自首 因为我通通可以查出来 所以他 我想半天 就像刚刚宇宝洁讲的 因为他就是搞虚拟货币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专家 所以 现在所有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都把东西拿着 你要什么马上给你 他不 我认为北检故意放这个消息 告诉你说我有一个这个人来了 当然内行知道这个人来 会什么样的灾难会来临 这是第一个 这是专业 然后还有一些 有送过他钱的人 有送过他钱的人 他如果知道一个账号 他可能可以超出一千个账号 那这个问题多麻烦你知道吧 我搞不好 讲一句 吴子佳可能养了一个小三 我每个月给小三二十万 把他给你搞小三账号出来 我疯掉了嘛 对不对 就为了我送给柯文哲一千万 就搞我小三 结果可能搞三个小三 叭了一下 叭了 因为吴宗宪告诉我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吴宗宪说 他们在桃园办案的时候 当年办桃园案的时候 他有几个起诉的嘛 有些没有起诉 但我问你 过程中他有没有监听 当然有监听 有没有监控 有监控 那有监控有监听这种东西 他知不知道 职业道德不能讲 对不对 那我现在讲就是说 你查到 我吴子佳有送钱给柯文哲 然后我也送钱给我的小三 结果不好 你知道小三账号给我曝光 那我不是昏倒 所以你知道意思吗 那为了 这个小三算不算是各支法要保密 不知道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就 我就想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第一个 北浅突然间派个高手进来了 然后公开 大家都知道 然后第二个 柯文哲怎么会有一个登记账的动作出来 而是Excel恢复的 Excel恢复表示Excel不会只有写一笔 当然 一大堆 那是个表单嘛 这个表单如果都是账号的话 才需要有时候高手出来清 那个清账的时候 那个是好几万个账号在那边交叉比对 所以这个事情到最后难看 可能最后我们发现了 柯文哲现在家产万贯 可能有二三十亿的富翁 这才是台湾的笑话 今天是9月5号 今天对柯文哲来讲 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不但是今天 他收押禁件 戴上手铐 坐上球车 进到了土城 更重要的是你知道 十年之前 是柯文哲时代的一个开始 十年前 2014年的9月5号 他当时登记参选 与民有约 签了一个公民线上 当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他的太太 陈北吉 他的妈妈 还有他的总干事姚立民 都在这个地方 当时大家以为说 我们换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相信会改变成真 没有想到 十年难科一梦 十年来 居然这么的窝龊不堪 今天我们跟他讲的 这个地院的 这个裁定书 已经完全坐实了 柯文哲的一个罪名 他不但是说 他执意为之 明知为法 执意为之 而且贯彻意志 图立的事实非常明显 而且在金流上面 当沈静晶 论功行赏的时候 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账户 账户里面 有不明的来源 对他来讲 更难堪的事情是 众判清零 所以宇轩刚刚讲 今天刚刚讲 眼看他这个平地起 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现在眼看他揉他了 把他这时不善唏嘘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先看一下 这是十年前的柯文哲 当时他的头发还是黑的 而且旁边有谁 第一个叫做姚立民 结果现在姚立民变得是什么 变得是司法院副院长的候选人 而且姚立民问到说 你要怎么处理柯文哲案件的时候 他露出阴谋的微笑 曾经何时 这个当时站在那边立体他的人 变成了大颗黑 曾经何时 当时站在他旁边 年轻的陈佩琪如今变成了什么 第三夫人当不成 变成第一女车手 曾经而死 这个柯妈妈就是 我女孩 哪是让人 你老白说的 绝对自己的 结果保洁哥 今天雷公有响吗 没有 没有今天 晴天万里大作 而当时柯文哲讲着跟大家讲说 公民献章 各位就是这样 十年前眼见他柔奇 眼见他他 十年后 柯文哲竟然 沦为了阶下囚 而且沦落下的下场是 所有原本在他身边 战友 以及伙伴 以及共同奋斗打拼的对象 统统判清理 全部反叛 因为今天有一个非常关键事 今天我满想说 你都在查金华城 可是在查金华城这时候 为什么有一个人被列为被告 那就是说他 五十年的好朋友 全力信任的李文中 他竟然被列为被告 被告什么被告 背信的被告 我们知道 柯文哲现在已经坐实了 他的图例的罪名 图例的罪名五年以上 但是这个地院的裁定书 里面非常清楚的 这个接下来 就是有没有行为 因为整个计划成 两百亿元的这个金额 两百亿的图例的金额 你怎么可能没有进钱往来 特别是在 易小微在分配这些金钱的时候 他的小孩跟他的配偶 账户里面都进了钱 但是最懂 柯文哲钱的人是谁 就是李文中 李文中进来了 而且连李文中的妹妹 都咬他哥哥了 大家不要忘记了 李文中是什么身份 李文中柯文哲声称说 他是认识50年的好朋友 而如今这个50年的好朋友 都反过来反咬他 怎么个反咬法 第一柯文哲 我讲白讲 他也没有道义 他说我跟你讲 我李文中四人不明 结果李文中当然翻脸了 为什么 第一时间他跟你讲说 我很不承认跟大家报告 我全部不知道 对不对 全部不知道的时候 现在不是喔 是李文中 李文娟这两个掌握柯文哲金库的人 为什么他会背信 所以把你给我分两个城市 第一个叫做什么 第一个叫做掏空党产 换言之掏空党产的部分 恐怕李文中的糟了 那我跟你讲 不只他背信 柯文哲会不会有问题 有喔 他等于交来说 对 我跟你讲 总统专户党的钱 包括这些小草的钱 我是怎么样拿给柯文哲的 所以你说 新华城只是一个敲门砖 他只是一个起身炮 接下来刚刚讲到 你有北市哥 你有万大国在市场 你有这个所谓的转运车心 更可怕的是 你那整个竞选活动里面的 所有的烂账 现在要一笔一笔翻出来了 当然不好意思 最可怕的是 钱会赶人你知道吗 钱粒也赶人 现在李文中就是这个钱袋子 如果说你试想看看 今天他们掌握所有 不可公私的金流 包括到底该来的 不该来的 现金 账目上的 通通都有 来你看喔 接下来是什么 就是这个嘛 所有一笔一笔都串起来 因为现在连神经金跟应小微 也都很有可能反咬 我们现在说不知道的金流 只有4750万 其中有1500万 不知道跑哪里去 那我都跟你想想看 如果说是现金呢 我们讲的都是账面上的金流 今天如果这个现金 刚好跟李文中这两边 一搭一搭 沈静静哪天关到最后 积压都受不了了 也跟着反咬 那会出什么状况 所以你明明在查金华城 你干嘛把李文中给搞出来 你说 现在最有可能是木可公司 跟金华城之间 有什么关联 大学哥不只是木可公司 如果说金华城案 北四科案 甚至我们讲台志光 低于国财市场 还有南港BOT案 这些所有跟沈静静 以及新光有关的弊案 他的金流 你想想看 柯文哲信任的圈子这么小 他说他是50年好朋友 如果最后万流归宗 全部都在木可公司 全部都在李文中那边 那请问一下李文中会变什么 而且今天在地院的 这个所谓的裁定书里面 有一个关键的字 契约 契约就是我还没有发生 我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过程里面 我契约就是未来 我会给你这笔钱 你有讲好怎么给吗 为什么柯文哲 非要选总统不可 你要非要选总统不可 你非要搞个木可公司 跟今天地院里面 写的那个契约 有关系吗 当然不只是木可公司 还有什么 各位不要忘了 自咬公司 这才是最大的关键点 如果说只有木可公司 那这两个人 可能还牢牢不可破 因为他们是50天的交情 但今天出现一个自咬公司 那反而是一个 最大的关键点 为什么 因为代表你柯文哲 想要自己干 想要把李文中踹出去 想要让陈佩琪来接手 所以这时候我们讲了 为什么这个契约 才会产生一个 重大的爆炸点 而且不只是这样 你想想看 跟他曾经同事过的 叫做彭震生 彭震生是什么 他们是一起干坏事的人 什么叫一起干坏事 就算我们今天先不谈收尾 图利罪这个东西 彭震生跑得掉吗 少秀辈跑得掉吗 为什么今天邵秀辈气到说 他的律师跑出来讲说 我跟你讲 柯文哲这个人 一定压定了 代表这两个人 都见到了柯文哲 遇到事情 就要把所有的锅 就要把所有的杖 通通我踹给李文中 我踹给李文娟 我踹给彭震生 我踹给神经经 我踹给小灰 我通通踹给别人 所以这时候 最有指导是一个结果 所有他身边的 周遭的人 通通咒慢气力 咬对着他咬 而且今天才听说 虽然只是小帅 你今天非常收押近见 周遭近见的时候 你说明知他违法 你还执意为之 你执意为之 你还贯彻意志 贯彻意志 你招然若接 这个东西我就认为 你今天有图例的事实 但你只是图例吗 没有 他今天讲得非常清楚 现在这个法官 虽然都在地院 虽然没有新的市政 可是对于这个 市政的认定 对于市政的叛徒跟解读 竟然跟前面一个法官 完全不一样 他讲得非常清楚 讲得非常清楚说 柯文只是在 跟殷晓卫便当会之后 积极进进化车的案子 对于幕僚 提醒金华城 有这个所谓的违法 你还是盖章放行 后来沈静静 论功行长的时候 你的契额 账户出现不明的资金 还有柯文哲的手机 有对话删除的记录 这个都被认为 法官认为 你是畏罪删除 保雷克制作 有一个很关键点 第一个他证明 柯文哲智商真的一五七 因为从头到尾 他是一个主犯 各位听清楚了 他是整个金华城 事情的主犯 再第二件事情 为什么检调知道 他也有把记录删除 这有两种可能 第一个 检调科技发达 把他回复 第二个 我对照李文忠的手机记录 跟你的手机记录 没同样 李文忠有你没有 所以他们这时候才想说 你有删除 对你有删除可能 再来我从对话记录里面 他说我看到了什么 各位你要仔细听 李文忠是一个字架子 字架子 他说显示 对于自己相关战户的 清流 掌控 支配 举细迷移 环环相扣 清明干练 代表我今天 柯文哲有三个账户 我这边放2500万 这边放2500万 这边放2300万 我怎么挪 怎么以4500万 1300万 你怎么来怎么去 柯文哲说 倒不知道 李文忠就给我 检调在想说什么 你说谎 清明干练环环相扣 因为是你交代了 从头到尾 就是你交代处理这件事情 而最后竟然背后 还牵扯出一个200亿 我们讲的获利所得 很有可能的不当得利 最后还干嘛 不只是这样子 在我们讲的 沈庆清这个家伙叫做 有行贿 因为他论功行赏的时候 我今天这边给500 这边给200 这边给300 而沈庆清整个大水库 至少我们讲1.8亿 甚至有人讲到上汉无意 但这些钱 目前至少到5000万 而且就连这5000万当中 都有一千多万的不明流向 那我就请问一件事情 今天沈庆清是傻了吗 你是主谋 你是主办 我会给你的重办 我会给殷小薇 我会可能给彭震生 然后我不会给你 柯文哲吗 你当我法官是傻了吗 怎么有这种可能 而且更夸张是 你跟沈庆清见解 这边他都知道了 对 他就说你是在 我们讲的 这个方案完成 也就是会议结束了 因为柯文哲讲说 他是在选后的时候 跟沈庆清见面 他说沈庆清说选后的时候 他心情不好 所以带他去逃出隐缘 来见 他说没有 他说你是在犯了 土利罪之后 你一样跟沈庆清见面 把那个这两个重点 第一个他定掉2021年 当10月份 我们讲的金华城 840%农机拍板定案的时候 你已经社犯土利 在电的事情 从2021年到之后 你有没有见沈庆清 有 那你见沈庆清去哪里见 绝对是逃出隐缘 有没有唱歌 有没有相关的金流 有没有交代 他的意思说 你绝对不只一次 去逃出隐缘 所以你说不懂公文也骗 金流你也骗 逃出隐缘你也骗 从头到尾 你这家我都在骗 而且还有不明金流 进到你的账户里面 他讲的金费 你有不明财产 不明来源财产 所以他就是意思说 柯文哲 土利罪第一条 第二条叫做 不明来源财产 来源不明罪 你也定了 而我们现在根本没有 要紧急于此 因为你从头到尾 你的口供必中救星会翻供 而且跟所有人 跟彭震生 跟沈静青 代表这些人已经反咬了 对不对 你的论述 你的口供竟然都不一样 所以选而易见的 我们现在为什么 我一定要把你积压 我确定你是土利了 我也确定你才能不能不明 但是我严重怀疑 甚至是我有非常把握的确信 事实上你是所谓的收贿 也就是第四条 十年以上有清楚你的罪 但是我如果现在 也不把你柯文哲 给压下来的话 那你会干嘛 你会干嘛 如同当时我们去踹门的时候 你一个小时不让我们进去 是不是在串供 是不是在淹灭证据 是不是在删手机记录 换言之 你在企图让我们 阻止让这个案件 从五年的本刑 升级成十年的本刑 所以对于这个 有两百亿的重大事件 我法官该怎么办 我一定要把你压起来 因为我如果不把你压起来 我没有办法阻止你 我没有办法让这么大的获利 最后面能够插个水落石出 好 所以回程 我们现在回来看到 这个十年前 真的让大家感慨外界 十年前大家对他 有这么高的期待 你想想看 一个素人 台北市长是现在 只取总统最近的位置 大家相隔在仁爱路的两边 包括陈水扁 包括马银九 都当过这么重要的位置 这个是未来的灯笼之道 你完全没有任何政治经验 你没有任何的政治背景 台北市民竟然让你赢了 连胜文八十万票 这么高的这么大的力量 把你捧上了这么大的政治位置 你没有任何的感恩 没有任何的感谢 你骄傲自大 刚愎自幼 搞得 十年一绝台北梦 赢得土城 这个所谓的狼狈民 你也太臭了吧 是 而且你知道吗 十年前也就是2014年的9月5号 你刚刚看到这个画面 他签了公民宪章 我们特别去把他的公民宪章 签成什么内容 把它仔细 他说要把台北市打造成一个 透明 公开 开放 无私 多元 参与 对话 合作 分享跟包容 你这每一个都写的 里面都有细节的内容 其中我最火大的就是公开 因为你知道他说要公开这个部分 他要干嘛 消灭特权 公部门的资讯充分揭露 公共资源 全民共享 消灭特权 他当时说什么 他当时说过去的政治人物 都跟财团 然后刀叉吃人肉 他说他上来之后 他会像大象一样踩死 那些蚂蚁 那些蚂蚁是谁 就是财团 十年之后的柯文哲 他到逃桌影园 不知道几次一起高歌 然后现在的柯文哲 十年之后的柯文哲 他不是拿刀叉吃人肉 他是直接生吞活泼 对于所有的犯行 现在一推二五六 所以我就想到 没想到十年前说要打 把所有特权消灭掉的柯文哲 现在却一手帮他的特权财团 开了一个后门之路 而且今天非常尷尬是 当时他得到多少的支持 多少人民的一个拥戴 可是最尴尬的是 同胞开的画面 他今天进到了土神的时候 有一堆人欢迎他 有一堆人迎接他 那不是柯粉 那都是柯黑 说什么 今天柯文哲 土神的选择柯文哲 你今天用进他进他 进到这个监狱里面 狼狈不堪 而且刚刚讲到 今天台北地医院 虽然都在台北地医院 没有新的事件 可是今天已经是把你整个定罪 非常的明确了 你不但有犯意的事实 你不但有徒利 而且你明知违法 执意为之 更可怕的是 你的老婆 你的小孩 都牵扯到里面了 是 宝贤哥你知道吗 这一次法官 他采取一个非常不寻常的 也就是说他为了要保护 柯文哲本身的一个防御权 所以他说8月31号 以前所有东西 我们这一次还是就这样看 8月31号 也就是从9月1号开始 新的事政完全不在这一次的 积压庭要讨论 以及要审做的对象 8月31号最重要的两个人 包括这个邵秀佩 邵秀佩 邵秀佩 然后再包括就是彭正生 彭正生根据媒体报导 他在9月2号是 一开始完全不配合检方 而且就坦承所有的相关情况 这两个最重要两个人的证词 这一次都没有参考在里面 所以你就知道 在没有这两个新的一个市政之下 他都做成一个保抵 至少是图利罪 然后开始 收压境界 不能通信 然后行贿这个部分 非常明确告诉你 柯文哲有不明的金流 有财产不明 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相关的财产 都还流入自己 妻儿的账户当中 他自己本身甚至是去支配 这些相关的金流的流向 所以他们家拐签的是他 对 而且我跟你讲 如果一张查下去之后 你就知道 再加上9月2号之后的新市政 你会发现 他们家牵扯在里面的 不会只有柯文哲 陈佩琪 我看应该也会因此而受难 而且你说你今天看到这个财产书 你觉得非常恐怖 那只是起身报 那只是刚开始 接下来刚刚讲的 你现在五年已经确定了 五年确定的 你刚刚讲 所有的案子都有可能图利 还有光是这个案子 他的市政 他的人政 是一直叠加进来的 是 一直叠加进来 刚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邵秀佩这个部分 邵秀佩是一个非常直接就咬住他 因为你记不记得 柯文哲从来没有帮人家讲过好话 结果他这次出来讲什么 我要帮邵秀佩讲几句话 盖章的人那么多 怎么能整个算他身上 对 所以为什么他要保邵秀佩 因为邵秀佩事实上 就是从头到尾都负责这相关 所有放宽给这个金华称 特权给他这个荣金奖励 840%甚至连这个所谓的 20%的荣金奖励 都是在易小微的办公室里面 撑出来的邵秀佩就在其中 所以邵秀佩的口供非常重要 如果他咬住柯文哲 可以说是可以柯文哲 收贿其汇这个部分一刀毙命 再来就是金流的这个部分的流向 那金流这个部分的流向 李文忠 我昨天不是特别讲到 他就说李文忠瞬间竟然做 变成被告 如果是跟他妹妹一样 都是所谓的卫照文书的话 他妹妹早就已经是被告 没有道理 李文忠在这个时间点 才变成被告 后来发现原来李文忠被被告 是因为背信 背信 然后背信就代表 这跟公司有相关 所以跟木可公司是有相关 到目前为止这整件事情 所谓的不明账的这个假账 就是风波到现在 掏空禁总 图利木可 木可公司到底他的股东是谁 柯文哲 你是不是木可的股东 木可所有从禁总赚来签 有没有回流到你柯文哲 私人账户 然后包括这所有的一切一切 柯文哲到现在事情 发生了一个月 他没有给我们交代一句话 就连最简单的 你是不是木可的股东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直接讲过 而且更可怕的是 当时不是金华诚案已经报了吗 报了以后 他就跟他的一个清楚的对话 对话里面 照讲我们现在看金华诚 对你来讲 你这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他说没有 他说真正可怕的是什么 李文忠非常可恶 第二个是 你干嘛去告这个端木正 让这个事情不可收拾 第三个 真正可怕的是什么 真正可怕的是 这些的资料 全部都在调查局里面 木可公私的账 都在调查局里面上 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而且法官已经在裁定书 讲得非常清楚 所有的金流 包括留下 包括掌控 包括支配 柯文哲都非常清楚 所以换句话说 柯文哲之前说 他们4300万买 那个商败的钱从哪里来 是从他1.2亿的选举补助款进来 如果是选举补助款 你就把会卡单直接弄出来 就在这里是我会的 为什么到现在 你党部拿出来 还讲说 他讲什么 是李文中会给他的 那我就非常好奇是 这笔钱是进到哪里的 这笔钱是进到民众党的 是要民众党的财务长 才能够会的 那怎么可能是你李文中可以会的 那不是进种的事 而且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说我都不知道 他很夸张 他推给李文中 推给谁投给朋友那算 他还把这个 我都不知道推给谁 推给他的太太陈佩琪 他不知道谁买房子 4300万谁买 不是因为陈佩琪买 所以换句话说 你由这里就可以看到 柯文哲真的是 可以吸得玉毛 吸贫德 只要我不死 每个人都可以推去死 所以这种为什么到现在会演变成 50年的老朋友李文中 要跟你反目成仇 然后为什么会演变到 跟你解法一辈子的陈佩琪 因为你可能深陷潜进 现在搞不好也会有相关的形式 变成是第一女车手 所以我觉得这过去这十年 我们所有人对柯文哲 有多大的期待 现在十年之后 我们就对你有多大的失望 好 再不懂 今天就跑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 两则 第一个是李文娟 说我都不知道 木可公司真正的负责人 真正在处理事情的 都是我的哥哥李文中 然后李文中今天就用背信 变成了被告 第二个就是 今天传出来说 木可公司 他什么 发票不够 发票不够怎么办 他却有假发票的事情 结果问到黄赛珍 黄赛珍说 木可公司没有假发票 木可公司只有虚报 没有假发票 那别人就在问 那木可公司现在的负责人 到底是李文娟 还是李文中 说不 我不是木可的人 我不能去做这个说明 你不是木可的人 你知道木可公司 没有假发票 只有虚报 那人家问你说 木可公司的这个所谓的负责人是谁 对不起 那表示 木可公司的假发票 是一个不可说的秘密 也不是 因为这个我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 柯文哲是一个很霸道的人 所以柯文哲 黄珊珊 黄国昌这一批人 他们是一个很低级的 这个诈骗集团 因为他全部都听柯文哲的指挥 那这些人犯罪经验又不足 头那个本身的1574 碰到犯罪的时候变笨蛋 为什么 因为他有一个习惯 他不分人家钱的 不分钱的 他钱都一个人端回家的 独食 这个我可以证明嘛 对不对 他拿钱就拿回家的 他通常不拿 你看他整个全局过程 他没有给任何人钱 对 都是他一个人在花嘛 对不对 所有的立委没有分到半毛钱 对 没有任何人 而且买卫生产要自己付 对对对 但是黄珊珊很特殊 我们另外再谈 再等着案子发展 但我要这一件 就这两天而言的话 本节目在台湾发生 做了很大的影响力在哪里 昨天我跟你是不是在推估 今天会百分之百收押 对 我还不相信 结果收押了没有 收押了 我们推估上礼拜五的早上 七点钟要去到他家踹门 对 结果踹了没有 踹了 所以我们两个都准了嘛 我不准 你准 还要怀疑 那我这是算命算来的吗 算来的吗 还在补卦吗 不然呢 当然不是嘛 我们这个都是资深的媒体人 有这个推估未来的能力嘛 那我们现在要推估下一个未来 下一个什么东西 柯文哲的未来 柯文哲的未来会变什么情况 会怎样 我先告诉你几个 先跟你讲 第一个他会收押四个月 他会满旗 因为一旗两个月 对 收满 那因为北检 检察官对他没有期待 所有的标题物在他身上 也就是将来的判刑的主要标题 不是柯文哲 所以柯文哲没有跟检察官协商的空间 没得谈的 没得没有协商的空间 那有协商的会豁免的人 只有两个人 一个彭震生 一个沈庆军 我相信彭震生已经谈好了 不用谈了 已经豁免一部分了 自白可以豁免二分之一 那最重要最重要 按照现在 这个法官的里面的裁判书里面讲的 200亿这个规模的算法的话 那最重要的这个谈判对象是谁 就是沈庆军 那沈庆军我认为他撑不了四个月 他一定会 他一定会自己会来争取他的污点证人 那会全部豁免 那全部豁免的情况之下 那这个所谓的犯罪的要件 就会从第六条提升到第四条 就是基本本刑 十年以上到无期徒刑的罪行 那这个时候 柯文哲会变怎么办 柯文哲将来会关到满四个月 或是征判 这个整个整个整个征办的期限 那到上诉的时候 他把柯文哲的人 跟他的犯罪的市政 全部移到北院对不对 这时候就有一个接押亭 对 在这个桃园也看到一样的情况 但桃园的时候 桃园地缘不接 就让柯文哲回家了 对 对不对 可是因为这个事情罪行 我判他要到无期徒刑 你人一说阿伯进去以后 再也出不来了 我先跟你讲 到达四个月以后 那院方就接押了 接押以后就没有期限的规定 只要你有可能被判刑 你有可能脱逃 我就把你押在里面 而且他还有很多案子在接着 所以说我说大概30年左右的刑期 所以他这个从这四个月 会搞到被院方接押 然后呢 院方接押之后就持续就开始执行 就开始就进行所谓的 这个院方的这个诉讼程序 那我今天问了我一个专家 才在上这个节目 我没有问专家我不敢来 我问了吴宗献立法委员 他是老监 他是老检察官 他说我说我宗献 我说这个稿会搞多久 会不会搞到10年 他说不会 他说这种刑事案件 两到三年之内就定验了 所以柯文哲 我告诉你 两到三年内 他都会在监牢里面度过 然后后面会判20年 所以我告诉你什么意思 出不来了 出不来了 他现在65岁 他会在里面一直关到死 你知道吧 那我现在讲什么意思呢 我今天在分析这个事情 有一个重大意义 我告诉你 坐牢的人有两种人 一种人坐牢会关的会出来 对 出来大家对你会出来的人老大 因为他手上还有账款 对不对 像阿扁很多人还要 现在还是荣誉党员 对 荣誉党代表 对不对 那他不是 他这个柯文哲 关在里面一直出来的话 那这个外面的这些人 就这些乎邀 馆长 这个黄国昌 他的这些铁粉会怎么样 散了 丢包 我会把他丢包 阿伯被丢包了 阿伯一个人去关吧 我不要跟你扯了吧 所以他会面临到最惨的命运 不是在未来两三年后 是我现在这个推估 如果成立的话 这个吴铁嘴吴半仙成立的话 他会被判寻以后 一直在里面关 所以黄国昌会露出 非常丑陋的真面目 这第一集下流的黄国昌 就会去征这个民众党党主席 立刻就开始吧 把民众党去柯文哲化 变成黄国昌化 这民众党的未来的新领导人物 就是黄国昌 他会狠狠地吐口水 踹柯文哲一摆 把柯文哲踹到水沟里面去 然后以后就变成 柯文哲就变成台湾的历史人物 最脏的贪污犯 好 玉柏 是 检调真的这么可怕 你说现在检调刚刚讲的 检院双方院检双方 都已经有共识了 他就是犯罪 而且犯罪更可怕的是 你说所有的人都脏了 对 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大概昨天知道 因为高院已经有裁决下来了 裁决下来就是什么 把地院的原审的判决 把它给废除掉 所以今天开计押题 可是从今天早上开始 你会看到这个节奏 非常非常的明快 大家都觉得说 那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是不是要弄到三个半夜 弄到半夜 结果没有 早上 对 早上九点半 就告诉大家 来 赶快进来月券 而且告诉大家一件事情说 你不要再看新的东西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我旧的就可以巩固了 就巩固了 对 那你为什么敢讲这种话 因为 本来以为说 我的新制证不列入的意思是说 我要等于说 什么防御权 我要对柯文字比较好 就不是 因为如果你可以去调阅新的实证的话 你三个律师都可以调阅 对 调阅的话你会浪费时间 你会拖延时间 这个法官 我一秒钟都不让你浪费 对 就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们九点半开始 中午过后就开鸡押亭 所以你们不要再搞小花招 不要再搞小动作了 可是这种事情来讲的话 过去来说 北检他不会答应 我们就是有些东西 如果他看状况不对 我们马上丢实证出来 我们要把它压起来 结果北检进来也说好 没关系 我们也答应 对 然后大家觉得说 那你这样子会不会变成无限循环 那你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压不起来 结果开了之后 家庭开了评议之后 告诉大家 不用急 不用急 下班前跟大家讲 你有看过这种的吗 下班前跟大家讲 然后准备一台一个人的单人球车 所以果然柯文哲主席 就是上了球车 所以大家才知道说 原来北检的东西原来是够的 然后北院昨天的法官已经看到了 因为是高院昨天丢出来的 所以是用昨天的法官 所以昨天的法官签证大概 那我就不懂了 一模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两个法官会有南辕北设的 这个所谓的判决 对 但是把这东西拿出来之后 你回头去看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这一个裁定书里面的话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一个一个看过来 其中一个这个东西 扣案手机对话截图显示 这个东西我们看到就头皮发麻了 你知道吗 如果有犯罪的人 大概口头讲讲就好了 不会用LINE 因为LINE会被还原出来 这个地方讲的东西 都是什么一个重点 手机对话跟手机对话截图 这是两件事情 保健哥你今天跟我有对话 我们两个是手机对话 截图是一个JPG图档 JPG图档你知道吗 只要检察官拿到之后 插进去之后 他可以把截图全部叫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柯文哲主席 跟别人在对话的时候 早有截图过了 都被人家截图了 而且你会截图的人代表什么意思 每一次跟账户 跟金流有关系的我都会截图了 都保密了 都已经留下来了 然后你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就是一件 我就可以把它给拉出来 拉出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跟柯文哲主席 对话的这一个人 早就觉得要自保 自保的 对 要自保的 所以这个东西拉出来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原来所有东西都被人家备份了 另外来讲 他还讲到一个东西 支配 彼此账户的金流 掌控支配 巨细迷遗 环环相扣 环环相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 我们看的不是一个案子 北院看 知道说北姐 你查的不是一个案子 因为你一定有其他的案子 所以转来转去 转来转去 就是你后面的那些 四大案 五大案 这些东西弄起来之后 环环相扣 所以刚才吴董讲得非常的可怕 你知道吗 现在柯文哲主席进去之后 他会遇到一个状况 就是吴董讲的 这个在兄弟里面来讲的话 叫做一票完到底 一票完到底 就是你买了一个游乐园的票之后 进去出不来了 你进去以后出不来 因为你的账户怎么样 彼此的金流 支配 巨细迷遗 环环相扣 你只要拉出一个 拉出第二个来 你这东西来 你可能就跑不掉了 环环 我们刚才讲的 北院的这个财店书里面 有一个是朱雅虎跟易小薇的相规对话记录 你怎么会有对话记录 难道在郑文猜案里面不是有监听吗 这个案子也都有监听 那如果监听只有易小薇跟朱雅虎吗 那阿北有没有被监听 而且现在传出来的消息是 在今年的六月的时候就开始监听了 监听谁 是监听沈静金 还说沈静金很喜欢用电话聊事情 本来刚才说这一件事情 挂线这件事情根本就只是SOP 只是说我才不会让你知道 让你知道我还监听什么东西 所以各位想想看 包括沈静金 包括易小薇 稍微跨到朱雅虎 现在所有香港人等 你从他的供词里面 所谓的财定书里面 你会发现这件事情 这些人早就都已经被监听 而且是脱光光 赤裸了 都在剪较面前 都有监听了 对他们讲说什么 他说第一个 沈静金呢 他打电话之后 他们挖到大密宝 为什么 电话 沈静金很喜欢用电话号码 去跟人家瞧事情 讲事情 重要事情 都在电话里面讲 而且他们监听到一方 非常关键的是什么 来 沈静金打电话过去 结果一通电话接起来之后 你知道沈静金讲了什么吗 劈头就三字经 三字经开始骂 开始臭 所以这个圈圈查查 是在骂三字经 骂完三字经之后就讲 赶快针对越炒越热的精华尘埃 找人开会 寻求解决方法 而且他讲的对象也很重要 他是跟谁讲 他是跟吴顺民讲 不好意思 那时候吴顺民 请问他的身份是什么 当然是所谓的沈静金付钱给他 但不好意思 他是易小卫的助理 所以你沈静金竟然可以遥控 易小卫的助理 跟他讲说 清华城现在很热 赶快找人来开会 等于下指导席 各位你知道更可怕是什么吗 结果吴顺民 他也马上打电话去 跟各级处的官员 噼里啪啦 也是这样圈圈擦擦 一个议员的助理 哪有那么大 议员的助理 今天在市政府里面 如果没有市长照理 没有市长在允许 你怎么可能去骂人 议员本人也不敢这样骂 好不好 议员本人都不敢这样骂 怎么敢骂三字金啊 开玩笑 你如果了解市议员就知道 今天就算是议员的助理 理论市长来讲 他们会干嘛 他们会先去地方跟这些官员 我们讲的慢慢的沟通 协调 好生好气的讲 他们不会去找市长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找市长 如果市长say no 那我下面的市议员 我们讲局处是官员 他们会讲出什么 那市长说不要 连理都不理你 所以代表今天 为什么吴顺民 可以直接去跟市府官员 用施压两次 因为市长同意了 代表一定市长有打通官制 才是最大的关键 不然我跟各位保证 不然你去问小平哥 哪一个议员有办法去跟市长 来我帮你补一句很重要的 我们协调会 三次不成 他不会派官员来了 这个是三十几次 你看 这很重要 三次 有惯例 不会派官员 因为你 一定是违法 我办不了嘛 我办不了嘛 所以你这要代表 我们这种小平哥 也算是很资深的议员 你就想看待遇差那么多 为什么 因为有柯文哲背书 结果吴顺民他还不是 他是从督发局 等于里面 旋转门条款 我都不讨论了 从督发局里面退休 退休之后 当应小卫的助理 然后又拿金华城的钱 结果在对这些人马 对这些局处官员 大小生 然后匹配丘 就是要干嘛 硬要把你这个案子 直接给弄嘛 而且我想 沈静青还不是第一天这样子 为什么 他整天就把这东西用公式讲 你看哦 刚好跟收购案的关键被吼 那个时候李恒龙行为 五位立委干嘛 他们发现如书一策啊 只不过你李恒龙行为的是立委 结果发现你沈静青行为的是谁 都是这些官员 都是这些议员 所以他在电话里面 什么都敢讲 对这是最好的 因为各位 我们现在大家都用LINE 不好意思 刚好沈静青因为他是 我们讲老翁你知道吗 长辈 所以他就喜欢打电话嘛 发什么东西 你今天去跟他说 你今天去跟他说 全部事情全都落 所以等于说检调只要拿到 沈静青的我们讲的 监听议文之后 发现根本就是大密保嘛 为什么 因为你把所有犯案的过程跟细节 原本他还担心说 你用LINE我看不到 没有关系 你全部通电话嘛 我一清二楚 我只要暗图所记 都可以各个急迫 好那今天高院裁定发挥 高院裁定发挥 他讲 那你如果回去 又会碰到原来的法官 那不又重来一遍了吗 保安哥当然不会 你知道为什么 当今天高院裁定发挥的时候 他们现在讲 分别有两个法官 一个叫许姓的法官 一个叫做我们讲的 诚姓的女法官 而这两个法官呢 绝对都用轮调的方式 那你知道特别在哪里吗 你说现在他再也碰不到 那个朱家义法官 所以他的好运用完了 对 保安哥我们刚才讲到 第一个 我们讲这个陈才为法官 这个陈才为法官 第一他是女法官 再第二件事情 过去他就成绩对这种 我们讲性骚扰的案件 相关男性判件 其实理论上来讲 应该怕很轻对不对 结果你知道他怎么样吗 怕很重 他说重心 而且不给我一颗法金 我就不让你一颗法金 你就知道是个狠人 他这个狠人 这个狠人 那这个吕正叶 这个吕正叶也是个狠人 为什么讲吕正叶也是个狠人 他曾经我们讲 遇到了这个失明的案件 结果遇到失明的案件 你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我就是律法官 我跟你讲 你敢继续上诉 你敢继续打 我就绝对怕你有问题 我绝对让你这个案件成不了 所以你想想看 很凶的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 我们讲凶狠的一个法官 所以对他最有利的朱家义 他必须要回避了 对 而且我们讲朱家义坦白讲 也不是说最有利 为什么 朱家义是第一位 第一位的法官呢 通常都会先怕怕 坦白讲 你要我承担这么大的责任 CNN在看我 日本NHK在看我 那我一个人到时候 判一个赛野党主席说鸡压 我会变历史罪人 所以我当然需要什么 难骋就骋 我需要上级才是 我要上级才是 上级给我下了才是之后 你要我干什么都没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是长官交代意见 所以对于现在来讲 地方法院他们的压力 已经先减七一半 而柯文哲的压力 将会排山倒海的来 所以会长 我都觉得柯文哲 怎么那么敢 你的已经最正确凿 你这个介入的 这个成绩腐杂斑斑 就你还可以装不知道 不知道以后 而且你不但是自己贪污 你还逼你下面贪污 那下面有人不贪污 你还把人给你调走 你还把人家给冷冻起来 这天底下 哪有这么坏的人啊 你觉得他现在很坏 他还有更坏 那一天柯文哲被放出来的时候 他讲什么 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在 那个陈审法官身上 然后讲一大堆 那现在高院不是已经发回了吗 那现在是不是柯文哲 会进一步讲说 这个高院没有承受住压力 所以受迫于圣上的指示 所以做出这样的裁定 我跟你讲 今天他们民众党直接讲什么 对于高院的裁定结果 表示遗憾 然后接下来 他说近日检方的争讯 那个主席都积极配合调查了 呼吁检方不因为了路人于罪 而践踏正当法律程序 而且还敢讲这种话 对 而且我要不好意思 我跟你讲 今天是高院法官在裁定书上 直接指明你这个被告 柯文哲积极介入此案 所以不是检方要入你于罪 是连高院都说 从目前检方所有的证据看上来 确实被告积极介入精华诚案 所以这个事件 我跟你讲 他已经这个裁定结果 已经告诉你 你至少徒利跑不掉 那你收贿 五年起跳跑不了了 跑不掉 那再来收贿是什么 收贿就是朱雅虎跟易小辉的这一段 我今天看到这个 我第一个眼睛就看到 为什么朱雅虎跟易小辉 会有所谓的相关对话记录 不应该有吗 当然不应该有啊 那个之前 那个朱雅虎是谁 朱雅虎本来是 好龙兵时代兵役处长 他被那个 沈欣欣 然后挖去 高架挖去 当一个 翻脸了 他被群组踢出去了 他被好龙翻脸了 对 然后变成顶月 我说他是跟那个 沈欣欣 高薪挖去 然后变成是 一个月五十万 顶月公司董事长 但是他完全没有开发经验 你找一个毕业处长 来一个月五十万 来做你这个开发公司董事长 所谓何来 那不是很明显 就是要帮他处理一些 on the table的事情吗 结果你知道吗 他那个820% 那个四项容积奖利 然后都可以达到 20%的四项容积的一个优惠 可以达到20%的容积奖利 就是由顶月公司的董事林青 跟应小威 在2020年6月20号 在他们的议员的办公室里面 还有吴孙明一起伸出来的 就是换句话说 审庆金业主所伸出来的 这些相关的方案 就伸出来之后 叫你市政府给我接下去 对 叫你市政府照单全收 好 如果即便是这样 那你的责任已了 请问为什么到今年6月 朱雅虎跟应小辉 还有通话记录 你们没有 你的请求已经过了 你跟应小辉照理说 不应该有任何通话记录 好 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他们买捧着签 4300万财币 去买的这个商办 现在被人家发现说 那一家公司的董事李天驼 是朱雅虎的好朋友 两个人 还有包括沈静音三个人 在2017年的时候 曾经一起吃过饭 所以人家就怀疑说 这个是不是上 你所谓的4300万元 这个现金是你的 还是是谁的 那朱雅虎是不是 变成是后线 其实是这个房子 我跟你讲 你还记不记得 4300万 都从哪来的 记不记得 沈静音给应小辉多少钱 4740万 柯文哲拿多少钱 去买房子 4300万 会不会这些 4740万里面 扣掉一些手续费 扣掉一些跑路钱 就是那个疏通的钱 剩下的 其实就是这一笔 去买房子 他不是想说 这之前在买外 给了个应小微 应小微拿去还贷款 还有给了两个小孩 国外念书的费用 剩下还有1500万吗 应小微 两个小孩在国外念书 假交易 一直以来 不是金钱 对 所以换句话 我昨天就讲了一句话 应小微连旁边 他的这个顾问 没有领应小微的钱 领的是沈静晶的钱 代表应小微 是沈静晶在养的 我的养是指 就是长期有一种 就是支援 支援 支援 他的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 我跟你讲 我整个看起来 我觉得很可怕 我觉得沈静晶是我们 过去八年 立下台北市长 根本他养的多少人 都在 你刚才把那个九个被 全部都跟他有关系 吴顺敏 你看这可不可怕 他监察院可以搞得到 连黄大洲都有 吴顺敏黄一平 包括这个所谓的 朱雅虎应小微 都有 变成是很可怕 苏通方 总共有业主 业主这个部分 他就把吴顺敏找去 他就把朱雅虎找去 然后呢 再来透过 叶小微这边疏通 而且还派一个 吴顺敏给我督军 因为怕叶小微 做事办事不力 然后呢 接来里面还有谁 里面再来就有 那个邵秀佩 为什么邵秀佩有关系 因为吴顺敏跟邵秀佩 以前是同事 搞不好是上下属的关系 所以 邵秀佩中览全局开会 对 政工程师 中览全局 因为本来是许阿雪 许阿雪之后 这个会坐牢 他就死掉 他不弄这个事 所以换句话说 一个吴顺敏 一个邵秀佩 是某一种程度上 里应外合 就会对成 完全照着 审刑金的指示 在进行 再来本来有个 挡路的彭正生 后来也经过了 哎呀 连上面的市长 都已经点头在一 还叫我们 述行述办的 一个情况之下的话 彭正生 最后是不是也 屈服在 金钱的压力之下 不然怎么会 才短短几年时间 竟然两夫妻 没有投资股票 没有干嘛 莫名其妙 多出了两千多万的钱 还要再去查 彭正生 也有没有 最近买房子 如果两个人 都成市长 副市长 都在最近买房子的话 那一定是哪里 发了大财 所以你说 那两千四百万 还是看得到的 还有看不到的钱吗 是 按照柯文哲的情况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 现在你看起来 很可怕一件事情是 不只是这一个金华城案 还记不记得 雨火市场案 那个案子 到最后是谁得票 也是中工 中工得票 所以换句话说 过去八年 沈金金透过 他这个长期布局 很多台北市政府 重要的案子 为什么可以被 金华城 跟中工集团拿到 其实就跟 所有旁边人 都已经被 沈金金给掌控了 好 小斌 你现在说 你在查那个四千三百万 对啊 查那个四千三百万 柯文哲到底是怎么买的 你的现金交易里面 原屋主到底是谁 你们这个交易 到底是真的交易 还是一个假交易 风险太大 风险太大 买这个房子 我讲阿伯讲的话 他说 他说这个 急于要脱手 因为全家要移民美国 要移民美国 我去访问过了好不好 问楼下的那个 问邻居 我还认识那栋的主委 等等 我跟你讲 他不仅没有出国 而且他同一栋 他是三楼 三楼之四 同一层 有三四户 他的亲弟弟 这个屋主 就卖这个房子 这个人 在住三楼之一 而且还把这个房子 寄成给他儿子了 他怎么会出国 胡扯 第一个 乱讲 然后他急于 这个出国 柯文哲又在胡说八道 对 没有一面 没这个事 在胡说 好 重点是他说 我听到了 他急于要去美国 全家移民 所以我要抢了 买这个房子 好 问你 你问谁 阿伯问谁 对 你问谁 这个不是仲介 你只能问 你只能问 屋主啊 不是 屋主他不认识成啊 他去问谁 他只能问那个贵董 跟那个李天朵啊 租房子的人 对不对 那这些人是什么人 千丝万里的关系 跟金华城啊 他们不知道啊 不知道 叫检察官查嘛 重点他没有地方问 所以 一 我问阿伯 我三问阿伯 一 你说 这个是用你的 这个三十万的 三十块的补助款 去买的 那你 有没有费款记录 他一定要拿出来啊 费款记录拿出来 增结排放 我们全倒了好不好 你们想过第一个 全部被打脸 拿不出来 到第十天 到第十天 还拿不出来 第二 你怎么知道 买这个房子 这第二个我清理 第三 你家没有要移民 你是胡说八道 说人家移民 那鬼长后后 全家都住在爱国里 所以你说这个房子 没有透过房仲 没有在公共市场 没有 就你居然知道 他要卖 对 而且你还高于 市价百分之十来买 多十万 一瓶多十万去买 所以这 我这 我怀疑啦 这是不是个假买卖 我又怀疑 那个 我们住院阿伯 被叫去干嘛 就问这个房子的事 对哦 是 而且朱雅虎 已经离开 顶月就是 那个金华 这个指控师 他离开了 他离开两年了 他怎么离开 他被排挤 被殷晓威排挤 然后到大陆去 被殷晓威排挤 这个故事 超可怜这个人 我帮他申愿 一项在演节目 朱雅虎 被殷晓威赶走 不让你坐两年前 那怎么赶你走 手段很高明 神经经到大陆去 开发土地 就是有点违法 那当地居民就是群情 台湾的企业来吃我们 他这个三八 派兄 我来 我给你 冲到人群里 去跟他吵架 当场被打了吐血 朱雅虎被打了吐血 对 被打了吐血 然后后来 后来又 他之前又骑摩托车 摔到段巴跟热骨 这个 我说你去 你不要再骑摩托车 你都七十几岁了 你开车 不不摩托车方便 方便 方便 就骑摩托车保 朱雅虎很惨 重点我讲 他是不是应该 两年前就走了 对 那怎么还有电话进入 那为什么还 电话进入 这是最要查 这个有疑惑的地方 然后你刚好检掉 又找朱雅虎 找朱雅虎又说 去问这个 四千三百万的房子 如果朱雅虎 讲一句话 这个房子就是 金华城的资产 一枪毙命 一定收押 我是猜测了 我没有工钱 我不能掉 可是千丝万里的关系 太不合理 这个房子的这个事情 所以你觉得重点 那是四千三百 阿伯的每一笔钱 都有问题 对 这个房子 那一层就五楼 那那个是个商办 不是个住家 然后我认为 67年那个屋主 那个诚信屋主 很可能是 金华城的员工 或是等等 我认为是 寄放在个人名下 因为有自然人 我觉得应该是 这样的发展 所以阿虎看 跟这个检掉 检联招了什么 如果招的是 金华城的房子 一定是假买卖 那一腔毙命